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来讲柳中原的《慈德西山现游记》 这条片一样是适宜的部分 对这篇文章做一点解释 或者基本的语译 先讲讲文章结构 这篇文章比较简单 只有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包括柳中原说自己游永洲的原因 以及他以往游永洲的一些经过 以及对西山的景色 最后作了一个小的总结 美此之西山之怪特 接着第二个部分 就是他技术自己现任的经过和感受 最后也交代了自己写这篇文的背景 先下第一部分 知语为六人 居是周行罪律 其辉也 则思思而行 漫漫而游 日与其图上高山 入森林 窮回溪 幽存怪石 无处不到 道则披草而坐 傾护而醉 罪则更相枕而饿 饿而梦 饿而梦 饿有所极 梦亦同趣 教而起 起而归 以为凡是周之山水有异态者 皆我又也 而未此知西山之怪特 之如为六人居是周行罪律 六人居是由懲罚或侮辱的意思 六人居是受到懲罚的人 或被贬的人 居士周的事是 文言文是通解字通的始字 住在这个周行罪律 罪律是害怕 罪和律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同意词连用的手法 自从我成为一个罪人 住在永州 经常感到不安或害怕 其隙也 則思思而行 泛慢而游 隙也就是通解字 空隙也隙 意思是很有空 他没有工作 没有公务做 所以很有空 則思思而行 思思就是他走路很慢 而慢慢就是随意 不受驱缩 所以说 在我公务空行的时候 然后我就慢慢走 随意游滴各处 入雨 祈图上高山 入森林 穷回溪 祈图 就是那些 图可以解 那些人 或朋友 而穷 就有走到尽头的意思 他就是说 每天 和我的朋友 就这样 登上高山 进入墨林 也走到一些 曲折绍溪的尽头 幽存怪石 无处不到 幽是有幽静偏僻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这些幽静的泉水 和各种各样怪异的山石 我没有一个 没有去过游览的地方 道则披草而坐 倾湖而醉 披在这里 是有分开 拨开的意思 而 倾是有倒进的意思 湖就是走湖 所以他就说 到了目的地 我就和我的朋友 撥开那些杂草 坐在地上 就喝光我带来的湖里的酒 直到我喝醉为止 醉则更伤 怎而我 我而梦 更伤就是互相的意思 即是我醉了 整班人都醉了 就互相捱着对方睡觉 睡着了 就开始发梦了 意有所极 梦亦同趣 意在这里解释心意 或者是心中所想 極就是达到 而梦亦同趣的趣 也可以解释通假字 吹就是黄的意思 和方向的意思 所以这句可以解释 我心里想到的地方 我在梦里也达到 去同一个境界 教而起 起而归 就是教而起 我睡醒 然后起来 我便回家 以为凡是洲之山水有异态者 这个和刚才一样 事就是似 异态就是特殊的形态 以为凡是永洲之中 形态特殊的山水 皆我有也 而未似之西山之怪特 皆我有有的有 在这里可以解释游览 我以为这个山 或者这个永洲 所有奇怪的景色 我都游览过 但我未曾知道过 西山的景观 原来是这么奇特的 然后就下去 第二个部分 就是柳中原 真的去游览西山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 恩座法华西亭 望西山 此子而知 睡命毒人 过霜江 悬染溪 着尊网 焚茂佛 穷山之高而止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 因为我坐在法华子的西亭 观看着 Bert後 是沙子而知 是沙子而知 尺就是财 我先知 二就是一个动词 是感到亚二 感到惊讶 就是我坐在那个亭 望着西山 才指着他 然后觉得非常惊讶 当然是惊讶他的景色很特别 水命毒人 过霜江 炎溪 这个是通假字 而是沿着元老的圆 所以他命令他去伯仁 过了那条江沿着一条染溪的溪 着尊网焚毫佛 穷山之高二子 着尊网是以刀斧砍佛的意思 尊网是指一些杂乱重生的草木 而佛亦是指草木很谬性的样子 所以他命令伯仁过了那条江沿着染溪 一路斩了那些生的草 又烧了那些好谬性的茅草 直到走到山的顶点才停下 简单来说就是他叫二大陆帮他开路 接着下一段 攀门而登,机具而傲 执凡数洲之土壤,家在任直之下 其高下之势,虾然挖然 若跌若月,尺寸千里 全速累積,莫得顿忍 仁清辽白,外与天際 四望如一,燃后之事相之特立 不与暴流为类 游游腐与好戏区,莫得其崖 样样腐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这段基本上是写景,所以有比较多难的字 或者现在不再常用的字 慢慢来 攀门而登,机具而傲 机具其实是在形容 机是抹大脚 巨是膝头的屈气 其实这两个字加上是 一个随意的坐姿 抹大脚或者动高脚 什么都好,总之是一个轻的舒服的坐姿 而傲其实是形容软跳 软跳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上了西山之后看了风景 所以他这里就是说 之后我们就攀门 攀门总之就是攀牌的意思 这个也没得再 在语役breakdown 就是我攀门着登上了西山 很随意地坐下 看着风景 側凡数洲之土壤 皆在任席之下 任席就是他们坐在地上的席 所以他说凡是附近几个州份的土地 全部都在我们席下面 其高下之势,虾然蛙然 若跌若月 虾就是说一些山幽高尽的样子 而蛙就是粒痕的样子 而蝶就是蚂蚁斗上面 通常都会有个小肚堆 所以他就是形容那个小肚丘 而言在所有文言文里面 都是解的样子的 虾然就是高尽的样子 蛙然就是粒痕的样子 所以他看到那几个州份的土地 都是他的席下面 高低不平的地势 又有高尽的样子 又有水湾的粒痕的样子 既好似土堆 但也好似洞穴 赤串千里,全畜累積,莫得遁忍 赤串千里,全畜 全畜在这里 就是聚集和收束 而遁忍就是消失和隐藏的意思 而遁忍就是消失和隐藏的意思 赤串千里 其实就是说 赤串之间 就融纳或是聚集 缩了千里以外 很广阔很广阔的景色 而这些景色 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 全部都被他看到了 当他坐在西山上的时候 形清辽白 外语天制 四望如一 清可以解清山 白 我看到有不同的解释 我会倾向解一些水 通常古文都会说白水 当然我看到有些解释都会解白云 我不肯定 但我也是会偏向说白水 而雨就是结合的意思 这里是动词 所以就是一个青山迎回 白水缭绕 外面跟天边互相接合 放眼四周都是一模一样 或者是同样的景象 这里有点说水天一色的感觉 或者是因为无关系 山水天都融在一起 然后知事生之特立 不与泡柳为类 特立在这里是解释一些畜月独立 或者是很突出的东西 形容着西山的 而泡柳就是一些普通的小土丘 他就说当他上到西山看到这样的景色 然后他才知道 原来这座山是特别特出特别漂亮的 他跟其他的小土丘不是同类 不可以相比 游游腐于好气驱 而莫得其崖 游游就是秒远的样子 即是很抽象 即是很抽象 但就是形容一种很… 又不可以说抽象 但就是古代很喜欢那种飘下飘下的异景 你可以这样理解 而好气就是通 简单一点的好气 其实就是说大自然 而癌就是边陣或者进头 所以他就说眼前的景色 这个秒远的样子 就跟大自然完全融为了一体 就看不到这个景色的边陣在哪里 羊羊腐于作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穷 羊羊就是广大的样子 其实同样都在形容景色 这个广阔和壮麗的景色 就跟大自然一起游览这个景象 也找不到它的尽头 其实这个和上一句是有对偶的关系 所以你看到这些慈性的全部都是对的 下一段 忍伤满着 推然就醉 不知日之日 苍然无色 致远而致 致无所见 而由不欲归 身形形式 与万化铭合 然后知 不向之味此游 游于是扶此 故为之民已知 是岁愿和四年也 好 忍伤满着 推然就醉 不知日之入 双就是酒杯 满着就是形容 其实穿也是装袖的容器 就是形容容容器满了 即增满了酒 推在这里不是指推肺的样子 而是解 它塌了 喝醉了便塌了 所以这里就是我 或者他和他朋友 拿起了一些酒杯 增满了酒 醉到东歪西岛的样子 然后他们已经发现不到 原来太阳已经下山了 蒼然模式 自远而至 蒼在这里 不是蒼白 但就是灰暗 好像日落 那些东西就慢慢变得昏暗 他就说 昏暗的模式 由远处来到 至无所见 而由不欲归 至直至 直到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景色都看不到 但是还是不想回家 心形形色 软万化冥合 这里就开始有少少度家的感觉 大家希望记得逍遥游那种 它有少少像那种装置的感觉 形就是说形子聚集 色就是解除了束缚 而冥合就是不知不觉地 暗暗地结合了一齐 所以这里就是形容自己 就是柳宗原自己 一种精神正止 而我的肉体 好像被解除了束缚 和大自然 就不知不间 融为了一体 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然后之不向之未似游 向在这里是解往日的意思 他就是说 当他有了这个感受 他游西山 然后有这个感受 他才知道 原来我以往是 未曾真正游览过任何地方 由于是乎此 故为知文已知 所以他就说 真正的由上 于是 便 由这里 由西山这里 开始 故就是所以 或者于是 为 就是动词 知文 是此文 这篇文章的意思 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 作为记录 是岁愿和四年也 而是岁就是今年 岁是年 事就是此 此年就是元和四年 好 这篇文章就完成 今天 好像快了些 希望我没有太沉气了 有什么不明白 都记住 一定要问 同样地 我们也准备了筆记同年站 随时欢迎IG DM我们 Stand by you Chinese 去拿连续 大家记住 在下条影片见 就在分析的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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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